乘数 三位数乘两位数 这图片是教乘数课题的三位数乘两位数 通常三位数乘两位数在香港的小学是三年级或者四年级教的 例如,学生要计算234乘以56 在这条数,地乘数是234,乘数是56 书本和学校的老师都是教学生先在乘数56的个位数录下面补个零 然后做234乘以5 我们在这儿停一停先 我发觉很多时问那些学生知不知道为什么要在乘数56的个位数录下面补个零 很多学生,学完乘数完来都是不知道为什么的 在一阵计完条数之后,等我解释给你们知道 那你们就会对乘数的运算清楚很多啦 好了,我们现在回去计234乘以5 首先4乘以5等于20 那我们就在5下面写个零 然后3乘以5等于15 15加进2等于17 那我们就在8位数写个7 然后2乘以5等于10 10加进1等于11 那我们就在千位数和万位数都写个1 然后,我们就做234乘以6 首先,4乘以6等于24 那我们就在个位数0下面写个4 然后3乘以6等于18 18加进2等于20 那我们就在10位数写个0 然后2乘以6等于12 12加进2等于14 那我们就在8位数和千位数分别写个4和1 然后画条环线 之后将11700加上1404 就得出13104 在这里 我又有些东西要补充啦 在教数学的时候 我亦都发觉很多学生 是不知为什么这条明明是乘数 为什么在计算的过程中 又会有加数要将11700加上1404呢? 我不想学生 只是机械式地去做乘数呀 等我现在逐步和你们解释 原来 我们在计算234乘以56时 我们是将乘数56拆做50加6 那234乘以56就变了234乘以开括号 50加6 关括号 而除小括号之后 就变了234乘以50 再加234乘以6 这种做法 其实是运用了乘数的乘法分配率 Distributive Law of Multiplication 就是因为用了这个方法 所以学生在计算234乘以56的时候 要先在乘数56的个位数6下面补个0 即是说 我们用直式计算这条乘数的时候 第一层是做着234乘以50 第二层是做着234乘以6 和成员之后 要将11700加上1404 才得出正确的答案 当你们明白了乘数的运算方法 知道了为什么要在乘数56的个位数6下面补个0 那你们就会比较容易学会比3位数成2位数更多数位的乘数啦 希望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赞好 分享 记住按下钟仔订阅我的频道 那你就不会错过我的新片啦 下次见 拜拜